這回好時光美食吃光光 哈囉大家好我是Jacky 那現在因為還在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還在室內拍攝 沒有辦法到現地實況來介紹 那我們今天要吃的這一家呢就是 拉麵 味在桃園的拉麵 那非常簡單30秒就可以介紹完畢 哇你看非常的Q彈 超Q彈超紮實軟綿 味道很濃郁 讚 然後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記得幫我的Facebook YouTube按讚留言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耶 回來 不是剛剛只有吃拉麵這樣簡單就結束了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一家是在桃園的藝文特區附近 他說木匠手作 哇 你看這個盒子 裝置的非常的環保 都是用紙箱 也沒有特別其他的裝飾品 是非常簡單 手提起來就可以送給其他人 那打開之後呢 哇喔 你看 他就是會有一個拉麵出現 然後他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的盒子啊 有12種造型 就是 隨機出貨 那就是靠你們自己去收集的喔 就是有12個台灣的地標的景色 那他設計的感覺很像這是一個拉麵的碗一樣 而且裡面呢 有 小小的 他這是檸檬口味看起來像是荷包蛋 然後另外 像是醬油品 裡面是一個焦糖 焦糖 那我們打開來品嘗看看他的拉麵口感喔 哇 真的好像拉麵 那我們現在倒一點點焦糖下去 我們就直接撕開啦 我們倒一點點焦糖下去 然後再放個荷包蛋 好那我現在品嘗一下 拉麵的口感 一條一條 超像拉麵的 我們品嘗一下這個 拉麵布丁 恩 好讚喔 他的焦香 焦糖香會比較甜一點點 如果說你比較 然後不喜歡吃了這麼甜 就是一點點調味一下 就是 點綴一下他的味道就不錯 比較特別的是 他能夠把 布丁做成一條 細狀拉麵的 哇真的超酷的 恩 然後再搭配上 這個蛋 因為他只是一個 檸檬啦 但是點綴起來真的蠻像 一碗拉麵的 分享給大家 就是蠻不錯一個創意的 甜點料理 酷困巾來囉 要送給你的 真的嗎 這麼好 紓困巾來了 紓困巾來了 這個至少有10萬塊啊 謝謝老闆 哇 10萬塊的 紓困巾 ㄟ 為什麼是一個 袋子拉起來 而且是盒子耶 裏面是蛋糕啊 裏面是蛋糕啊 我以為是現金耶 那我講老闆你怎麼那麼好 鹽燒乳酪 還蠻特別的設計耶 而且在這個時候啊 就用這種方式送給別人 就是感覺好像說 給人家 恩送錢 還蠻不錯的 而且又送蛋糕又新一戰 我們來品嚐一下 他的鹽燒乳酪的口感喔 非常濃郁的乳酪味 非常的 綿密扎實 恩好棒喔 蛋糕配上布丁 這樣的甜點享受 恩 超適合下午茶點的 而且放後甜點也不錯啦 就是蛋糕搭配布丁 還不錯的選擇 提供給大家 來做個參考囉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加入 Facebook以及YouTube 幫我按讚留言 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這輩好時光 下周見 拜拜 拜拜